洪子庸穿了一件桃紅色的上衣 看起來氣色不錯 他今天出席台中信賴姐妹會 繼青春女力團成立大會 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擔任女力團的總團長 不過外界也好奇 這是否意味著 他想要重回政壇 重新參與選舉的棋手式嗎 洪子庸他也談到自己的近況 那我這次呢 是擔任這個女力團的總團長 那因為我想 就是這段時間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因為我先生其實 很忙碌在於他的工作上面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 我是比較回歸家庭的 那現在呢 其實雖然我沒有投入選舉 但是呢 我是臺灣隊的民主志工 所以呢 其實這跟我們要回政壇 其實沒有什麼關心 我就是單純的來支持賴副總統 近幾年以家庭為重的洪子庸 其實逐漸淡出了政壇 除了幫丈夫卓冠婷輔選之外 鮮少見到他出席政治場合 那麼今天女力團的成立大會 為他擔任的總團長 洪慈庸說自己主要是要來當 臺灣的民主志工 替臺灣的民主自由出一份力